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传承当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面得受 自愿解如来真实意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众观传论识》 现在《众观传论识》当中正在执颇为师中 也就是说执颇加弦为师中和正弦为师中当中 正弦为师中的观点前面已经讲完了 现在是执颇加弦为师中 那么加弦为师中他这里应该分三个方面 其中讲第三个问题 他这里今天讲破千果之大佛 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加弦为师中进行驳斥 进行驳斥的时候 他们加弦为师中认为没有过失 然后前面我们不是分两个方面 把加弦为师中说他们的观点和破他们的观点 然后说他们的观点已经讲完了 破他们的观点当中 逆破和光破 还最后破除对方的前果之大佛 分三个方面 其中前面的光说已经讲完了 应该是上面有好几种推理吧 从真实认知和加弦认知 然后因何果方面 还淡淡地能取存在不合理等等 从这方面来进行折破 下面的话 我们这样折破的时候 为师中认为我们宗观派破他们的观点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他们没有这种过失 他们对我们进行解释 进行解释的时候 我们又继续站在我们的观点 破斥他们的大佛 就这个意思 破千果之大佛 这里没有分 这是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所谓我们宗来讲 弦仑波切前面也讲了 一般来说 加弦为师中和正弦为师中 应该是正弦为师中的观点 尤其是抉择名言的过程当中极其深奥 这样一来 我们自从应该是随顺 正弦为师中 跟着正弦为师中建立观点 这一点也是承认的 但是有些 像荒教的有些大德 他们名言抉择为加弦为师中 以加弦为师中的观点来继续折 这样的现象也是有 我们解释《诗量论》的时候 比如说慧自在天 还有释迦自在天 两大论师吧 也就是说《诗量论》 即使的时候 非常著名的两大论师 他们名言主要是以正弦为师中的观点 来进行抉择的 然后会员论师 还有圣法论师 会员智慧来源的意思 会员论师和圣法论师 他们主要是跟着 假想为师中的观点为主 以这样来抉择 所以在圣地印度 也是有些论师 对假想为师中的观点 极其重视 有些论师对真相为师中的观点 也极其证实 在我们藏地学义当中 劝至孟仁波切 主要缺择名言的时候 一定要跟着真相为师中的观点 如果我们站在真相为师中的观点 前面所讲的这些过失 不会有的 如果我们受持假想为师中的观点 那么我们前面对假想为师中 进行折破的这些道理 我们自己应该 有一些理由来进行解释 如果没有解释 建立自己的状态是极其困难的 所以说 孟仁波切也是觉得 如果我们站在假想为师中的观点 来进行觉知名言 有相当大的困难 因为你必须要 我们《宗观众亚论维族》的这些论典里面 所说的过失 你必须要给我进行解释 说是 别人对我发出来的 比如说前面有同体相受和 毕生相受的这样的过失 也实际上是名言当中发太过 并不是生意当中的利益多应 不是这样来推的 下面说是真实的认知对境也不合理的 家里的认知对境也不合理的 这也是名言当中对我们发的一个太过 如果我们真正的名言 建立在假想为师中的观点的基础上 一定要我们先对别人解释出 我们自己是没有过失 然后建立自己的动态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我们怎么样想也是的确有些困难 格鲁派的一些大德里面 比如说加塞洁和克兔洁 他们两个之间的观点也不同的 但宗喀巴大师的《中观众安论》的记录 他自己亲口所说的 后来弟子记录的 那个当中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在藏地学业当中对《中观众安论》 进行解释的时候也有这些辩论 在汉长佛教当中因为一般来讲 对卫世众还是比较重视的 但是以前的很多包括宣传 轨迹 他们的有些论典里面来看 真正对卫世众的这些生意当中和世俗当中的观点 进行剖析的论典几乎都很少 而且他们有些所觉得的论典当中 比较笼统的到底究竟的观点 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 也许可能我是比较顿的原因 有时候怎么看也是 真正的自众的观点很难以理出来 有这种情况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到底自己的名言安立在哪一个上面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也不能认为所谓的 《家乡为世》和《正乡为世》中的观点 是以藏传佛教的一种分析方法 这样肯定不合理的 寂天论师的智慧品当中也是 包括他解释的时候 都有《家乡为世》和《正乡为世》的观点 非常清楚的 然后会员论师等等 《入菩萨行论》的很多讲义当中 也是对《家乡为世》和《正乡为世》 观点分析得相当清楚 这样应该印度有《家乡为世》和《正乡为世》 这样的一种分析方法 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认为 这是完全是一种藏传佛教有些论师们 他们自己分析的 这一点不应该说的 佛教的来源是印度 印度高僧大德们这样分析的话 包括印度应该有这样的分析方法 还有一些论师的解释里面 这个威世宗也有分有构威世宗 无构威世宗 具有构然的威世宗 具有构然的话 主要是如来藏本体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塌戚 从不清净的角度来安立的 然后这个无构威世宗 主要是觉罪所谓的一塌戚 清净的本体 从自明自知的实 也就是像绥靖一样的 没有构然的角度 这样安立的 所以在有些论典分析的时候 这个威世宗也有很多的分析 我记得好像在荣树潘志导的《入大乘论》 以前上师如意宝可能是87年以后 那个时候讲的 但后来也没有时间看 去年在杭州医院里的时候 当时也大概大概地看了 但是记得不是很清楚 好像原来记得《入大乘论》当中 威世宗也是分一个 假仙威世宗和正仙威世宗 还有一个无相威世宗 可能有这样的分析不是特别的断定 但应该是这样 荣树半智达的论典当中也有这样分析 所以我们对威世宗大概也这样了解一下 下面继续讲 破千果之大夫若未知此无论以迷乱 或有毕丽身毕皆随他转 如果对方认为万事万物外境的显现 应该通过迷乱而了知的此当显现 他认为外面的这些显现 比如诸子 瓶子等等 我们这个假象为世宗是没有你们所说的过失 为什么呢 我们觉得这些全部是冒法一样 迷乱的现象 但这一点他们前面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讲了 他们认为是冒法一样的这些显现 迷乱能了知的 迷乱的现象 所以我们迷乱的现象用迷乱的心来了知 也有什么不合理的迷乱知 迷乱的一种现象这样认为的 这样我们前面给他们发过的很多 同体像素等等的泰国或者真实仁智 伽利仁智 这些泰国不会有 他们对方这样认为的 然后下面破他的观点 无论一迷乱或有比利生 意思是两个像素之间来讲的 无论你们依靠同体像素的迷乱 刚才迷乱和迷乱的相 这两个合为一体的角度来讲 同体像素的关系来讲也好 或者是有比利生 有比利生意思就是说 迷乱的习气作为因 然后迷乱和他的形象 外境的相 通过迷乱的习气当中产生 无论是你承认哪一个 同体像素也好 比身像素也好 比皆随他准 如果他之间有一种这样的互相关系 那么所谓的迷乱和迷乱相 全部都是随他准 随他准 随着其他的因缘 其他清净和不清净的因缘而准 如果是一缘而准 那么他就是一塌戚 如果是一塌戚的话 昨天我们前面给他发的太过一样 那就成了八种诗句 八种诗句的话 那么你们说外面的迷乱形象 不是自己心的这种说法 完全都已经错了 所以说 我们一般前面他说一个离宗 后面他自己 违约自己的观点 我们在辩论场所里面说什么 擦啊 在格鲁派 雁花群翻译的时候说是 修持得修 可悲害羞 意思就是说 你比如说前面 我说是迷乱显现不是自己的心 然后最后你说来说去 最后把迷乱显现说自己的心 大家都认为擦擦擦 擦 这样说 所谓的擦翻译出来 我们这个藏文字直接翻译的话 好像擦是很疼 或者完蛋 也有这样的意思 但是雁花群 他因为雁花群 现在中国可以说是在当代吧 当代在英明上面 在汉传佛教当中应该他是 可以说是最至高无上的人 可以这样讲 他可能以前也是个在家 可能他以前都是去一些寺院里面残学 残学的时候 还是应该是出家人 从他的传记里面看的话 应该是出家人 但后来编辑《藏汉字典》的时候 他是主要负责人 然后他在入藏当时求学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特别苦行吧 他首先是脏霸怎么学的 凹刹怎么样 减牛粉怎么样 当时不像我们现在的学院 当时肯定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大概他十七岁的时候 当时法政法师他所创立的汉藏教律院 在这里可能带过一段时间 当时抬旭法师他们人教的时候也带过 后来他特别想到藏地去 到藏地去的时候当时法政法师也说过 我们汉地移民特别缺 你一定要好好地学移民 然后他到那里以后先学一些藏文 逐渐逐渐辩论各方面应该带来三十多年 回来的时候是非常不错的 应该现在很多大词典还有好多音名 他也写了不少 在这里面看的话有些地方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只不过是间接上面好像偏重一些学术 自己的实修方面会不会有一点点 好像经常提的时候有时候 因为一方面可能是音名的巡视也比较重 一方面可能当时的一些政治动乱也有很大的关系 但不管怎么样我刚才都是说什么 就是说你们如果所谓的迷乱现象不是自己的心 然后后来说它是一塌气的话 那么除了心以外还有什么形象呢 根本不可能这个意思 所以全部都变成一塌气了或者是随他转也可以叫 随他转和一塌气也是一个意思 当这般明确的知处相不存在则感受不合理的时候 我们对假象为师众进行发态果 你现在外面的形象不存在的话 所有的所见所闻见闻觉知全部都是不合理 这样给他们发态果的时候 假象为师众的诸位论师如果这样程序说 虽然形象不存在但是灵俗的名言无需中断 我们形象并不是存在 但所谓的名言全部中断 假如觉知全部不应该有啊 这个过失我们是没有的 形象尽管不存在 可是依靠所具执行的稀奇的力量 或者说是以迷乱这边了知形象的 他们认为有两种解释方法 一种解释方法错乱的心的习气 习气成熟以后才显现各种各样的形象 这样也可以说 或者迷乱而了知外境的形象 这般了知形象 它迷乱跟外境没有什么差别 所谓的现象就是迷乱 所以外面毛发一样的东西全部是迷乱象 迷乱象的话 那么我们没有认知外境的过失 肯定没有的 他这样认为的 他就讲一个比喻 比如说 离患胆病的时候 明明外境的海螺不存在 海螺的黄色不存在 但却了知海螺为存在相 你带有这种胆黄病的时候 外面是可能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因为自相续当中有这样的胆病的习气 以胆病的习气扰乱之后 在自己的形象面前所显现的白色的海螺 完全都变成了一种金黄色的海螺 金黄色的海螺实际上是所谓的迷乱的象 他认为这就是迷乱的象 迷乱的象 迷乱的习气引起了迷乱 如果我们分三种也可以 首先是迷乱的习气 然后出现迷乱 然后出现迷乱之后 迷乱的现象外面就有黄色海螺的形象一样 这样也可以说 或者迷乱的影的习气出现出迷乱的果 迷乱的果是什么呢 就是显得外面黄色形象的海螺 这个就是迷乱的果和迷乱象两个 无二无比 从两方面可以理解 意思就是说 假象为师宗认为外境都是迷乱的现象 迷乱的现象存在的话 那么虽然他跟自己的能趣这两个 他完全是一个错误的 但是还是有一种迷乱的现象 所以将决之中断的果实是没有 同样的道理 受迷乱习气的所浅 原本无有却似乎显现为黄色等真相的形象 对方这样认为的 下面我们继续拨持它的观念 无论你们所知的那一形象是 以同体相守的方式来依赖于迷乱 这样也不合理的 还是接触迷乱的威力而生的彼生相守 无论是迷乱跟相无二无别也是不合理的 或者是习气所产生的迷乱的相 这样彼生相守的话 不管是两种相守的任何一种 只要有这种关系 那一形象绝对都变成了随他转了 只要是有跟他同体相守也好 或者彼生相守 只要有这个关系 那肯定是他就变成了随他转 或者是一塌其辣 这个门方仁波切简单的字面上颂词这样解释 下面继续分析 本来所谓的迷乱 有迷乱之因的习气与果迷乱本身两种 一个是迷乱习气 迷乱产生的因 刚才我们大方病一样的这是一个 一个迷乱产生的果正在外面现象迷乱的相 这两个所以迷乱应该包括两种 你们不是说这外面是迷乱相 那么我们下面进行分析 其中因习气与形象二子之间同体相守是不合理的 其中你们说的迷乱的因也就是说习气吧 这个习气和迷乱的果也就是说迷乱的形象 这两个如果同体相守是肯定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呢 习气未生过的法习气还没有产生过的一种因方面 就像我们灰色的宗族那样的一个法 那个阶段的一个法 因而由他感受外境显然是不合理的 然后习气刚才还没有成熟的东西嘛 还没有成熟的东西的话 那么通过习气 由他来的话通过习气感受外境 或者感受外境 或者现象外境的话 那这个是不合理的 因为同体相守你必须是同时 但是你刚才习气迷乱的因 然后迷乱的因现在我也通过这种方式来感受外境 不可能这个迷乱的因还没有产生过的缘故 这是一方面的观察 然后果迷乱与形象彼生相守也是不合理的 果迷乱是刚才正在显现的外境 这个跟形象 现在正在显现的形象 这两个实际上彼生相守是不合理的 因为有形象与迷乱而非同时的过失 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 他们两者非同时的过失 非同时的过失有什么样的不对呢 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说是黄色海螺吧 黄色海螺当时黄色的相跟黄色 实际上应该是同时的 不可能说刚才是那个黄色 现在就出现一个黄色的相 或者刚才是那个黄色的相 现在出现黄色 这两个不可能有的 所以所谓的相和所有的迷乱两个 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应该是彼生相守 但彼生相守也是不可能的 刚才前面讲的一样的 它两个是果 除了黄色的相以外黄色也找不到的 然后黄色以外黄色的相也找不到的 这两个观察还是很重要的下面进行观察的时候 如果我们这样的观察没有动达 好像后面有时候观察也是很困难的 所以说你们家乡卫士丛所承认的 所谓的迷乱相 这都是因的迷乱相还是果的迷乱相 因和果不管是哪一个 你看这两个之间必须要有两个观星当中的 其中一个同体相守或者彼生相守当中的一个 如果这两者都没有那所谓的相识迷乱出现 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合理的意思 所以刚才说因为具有相语迷乱而则是非同时的过失 有这个过失 非同时的过失 可见如果是有迷乱所潜意的显现 则相语习气必须是必生相守 如果你们说外面的形象 外面的形象是迷乱所潜的而显现 那么形象与习气必须是必生相守 刚才形象与迷乱通体相守 必须要这样的 而必须是什么呢 则必须是形象与习气必生相守 形象与迷乱的果指的是迷乱本身 迷乱本身应该是通体相守 这个为什么呢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 比如说我说这个柱子 刚才黄色的海螺也可以黄色的海螺 我说如果它是迷乱的外面而显现的 如果这样的话 迷乱的因是习气 那么迷乱的因和刚才黄色海螺应该是必生相守 因为黄色海螺依靠迷乱的因而产生的 这是一个泰国 第二个泰国 刚才黄色的相和黄色实际上是迷乱 果迷乱 黄色的形象是实际上迷乱的相 这两个应该是通体相守 这样的话如果你说是外境 真正黄色的海螺也好 或者柱子瓶子也好 这些都是迷乱所迁移而显现的 迷乱所迁移而显现的话 那么这两个关系都必须要承认 为什么呢 因为迷乱而显现的话 刚才那个习气应该迷乱的因 这个跟相有因果的关系 必生相守 然后刚才迷乱跟迷乱的相你不可分割的 你说这个是黄色 这个是相 除了相以外的黄色和黄色以外的相 在这个场合当中是不可能分开的 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黄色和相有同体相守的关系 然后前面的这两者有彼身相守的关系 如果你承认它是迷乱因气的话 那必须要承认这两个过失 必须变成同体相守 只要有这种关系 形象就成了一塔气 如果有这种关系的话 我们不是刚才前面略书的时候也讲了 所谓你的形象已经成了一塔气 或者是随它转了 随什么转呢 一个是随着因缘来转 随着同体相守的法 也就是对它同体相守的法也在转 所以说你已经成了一塔气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一塔气 也是除了清净和不清净因缘的聚合以外 没有别的一塔气 所谓的一塔气除了清净与不清净的缘气以外 丝毫也是不会单独存在的 威斯宗也好 宗观也好 所谓的一塔气不清净的 就像无垠各种能一所一的这些关系 不清净的一塔气 然后清净的一塔气 佛的智慧 佛的摄神 还有一些清净的刹土 这些都是清净的一塔气 实际上无论是不清净轮回的一塔气也好 清净的佛菩萨的这种境现 清净当中的显现也好 全部都是一种因缘的聚合 你说不清净的无垠聚合 就像我们无垠不清净的这些因缘聚合以后 不断地在显现这些 然后清净的这些智慧 清净的刹土 也是依靠众生的业力清净 然后在这里的刹土清净 也有很多他的清净的意愿 所以这些都是因缘聚合 但因缘聚合全部是随着他而转的 并不是自明自知的心的一个本体 反过来说你们室友的本质是不可能成立的 所以说 密制是迷乱的方式 来了知外境或者迷乱现象的了知 这种说法不合理的说法对于 程序无相派的宗派来说是无法显示 如果可以显示那么相和事之间必须要有观念 而作为无相派来说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 你说相和事之间有一定的观念不可能的 因为你不承认外境的相 比如说黄色的海螺根本不可能承认黄色的相 他们不承认外境上是有这样的 或者索取上是有这样的相 对于无相派来讲这样的相是根本不可能承认的 并且这样你们宗派最后 你所承认的这些现象全部都变成了一塌戚 或者是随他转的一种因缘法 倘若什么联系都没有 所谓的相和事之间如果你们承认为 什么联系都是没有的话 即便是迷乱了知也无法承到 所谓的迷乱了知迷乱外面的相 这样也是根本承不到的 就像什么呢 使女儿的色彩一样 所以一般如果你们说不承认一个相 不承认一个相实际上我所有的眼耳鼻色全部都是晒住了 全部都是已经闭着眼睛了 或者是耳朵里面也是晒什么东西 什么没有听到的话不可能有外面的相 就像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 使女儿子的相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那么这个跟我见到柱子的相没有任何差别了 所以你们说如果我的事和索取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 并且外境根本不可能存在有一种相的话 那我闭着眼睛的话在我昨天前天也不是讲了吧 所谓的眼视就是了知外境的角度来耳利的 如果没有了知外境的相那我的眼视也没办法的 鼻视也没办法 耳视也没办法 同样的道理如果在这里所谓的相和事之间一点关系都是没有 那我们见到世女的儿子或者见到虚空什么东西都没有见到 像这些同类的概念一样实际上你什么都没有见到 在这样一来你们虽然依靠迷乱的相来了知外境 迷乱的显现出现这样说是这样说的 但这个实际上也不能完全解释你们自己所承认的观点 就是这个意思 以此也能大幅拿诸如远距离小见为大的比喻 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很远的地方一些小的东西 通过一些迷乱的因迷乱的因也是变成很大的 比如说本来是山顶上的一棵小树吧 如果你看的时候依靠一些外境的因缘或者心事的一些迷乱 这个变成特别大我们有时候还是不太远 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看到一个山顶上来了一个人 你如果下面这样看那个人是特别特别长 也有这种感觉的这些都是迷乱的因 但是这些迷乱的因实际上是外境当中也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然后你说外境当中不可能有这个相 全部是心事的一种错乱的话这种也是不能说的 因为不管是这么样 我们也承认你的论区上有一种错乱的因 但是你的错乱的因已经显现成外境 这就是所谓的索取相这个索取相没有承认的话 光是外面小的东西变成大的东西 大的东西变成小的东西 或者我们坐车的时候旁边的山河 往后奔驰 那这些情况实际上都是有错乱的一种相 这样的错乱相应该索取也有错乱的 能取也有错乱的 但是这些统统我们在这里应该回答了 回答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相 只要有相并不是无相的 这个应该跟心无二无比的一个索取相 这个索取相没有的话 什么样的错乱都是我们不会有的 如果这个没有的话 那么昨天也不是讲了吧 昨天我们最后讲的那一个 如果什么错乱都没有的话 那你就什么看见都是没有的 什么看见都没有的话 那错和不错都是实际上是没有什么 比如说我们刚才眼睛闭着的话 你两个月亮也没有看见过一个月亮也没有看见过 然后在你的这种概念当中 有没有什么两个月亮是假的一种根实的错乱 然后一个月亮是真的一个鲜亮的对境 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呢肯定是没有的 什么相都没有 因为刚才两个相是不合理 所以我们把它断定为非亮 然后一个月亮的相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把它断定为真亮 也就是说能取相有这样的相的话 我们断定为在名言当中也是真亮和非亮可以的 但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所有的事情就是 刚刚剩下的因而一样或者是根本不能辨别 或者所辨别的这些也是全部错的 所以你在刚才我们昨天前面也讲了 实际上是家乡为师宗的观点 如果我们详细没有分析的话当然没有什么 光是讲课的时候也是没有认证的听 然后下了课以后复达的时候也是 只不过是以前有些大概七十年代还是藏提士 像他的学习态度那可能没有什么的 凡是白天不要过一下可以 但如果这些事情真的要去想 应该说哪些是合理哪些是不合理 尤其是我们自宗的观点 按照蒙方仁波切所讲的那样 真相为师宗的观点是应该非常合理的 如果你承认家乡为师宗的观点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解释 如果不解释的话恐怕有点困难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记住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此外对于善呼阿瑟利亲口所说的 下面就是说善呼论师实际上跟家乡论师的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是视为明觉性所谓的视它是一种明觉的东西 但是习气过绕过习气在中间搭乱 这样以后灵熟蓝色等唯一形象是 这个外景当中因为刚才本来自己的事像水晶一样透明的东西 但是以习气中间绕乱这样的话 让感受蓝色等等外面产生一种形象 这个意思是外景当中产生一种索取的蓝色等等象 比分别蓝等 非蓝等法象 这些我们分别脸分别脸觉得蓝色等等这样认为的 刚才习气捣乱最后显现了外景嘛 这样以分别脸来捣乱认为蓝色等等 非蓝等象但实际上并不是蓝色等法象 欲者欲比目视为外景色 然后欲者刚才他见到外景习气搓乱以后 外景象的某位先脸的搓乱已经献完了以后 用分别脸来执著为外景而已 意思就是说外景上根本没有象 只不过自己能去的象 他认为只不过是一个能去蓝色的象 但是习气作怪变成了外景的象 有时候看到好像跟真相威士忠有点点相同 但是在这里跟真相威士忠也实际上 并不是相同的他认为外景当中根本没有象 他认为他的想法外景当中是没有象 只不过是习气作乱以后蓝色长大 但是蓝色实际上是以分别量来这样执著的 并不是他实际上也是分别和无分别 没有分析的一种问题 那么意思就是说刚才孟宝仁波切说的是 前面的家乡维士忠观点不合理的推理 这个推理不仅把家乡维士忠观点已经破完了 而且对于山虎论师所承认的他的观点 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回答 这个意思下面就是分析山虎论师他的观点 首先他是怎么想的然后我们怎么破他 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吧 第一个是他的想法他们对方认为 山虎论师等等他们认为是这样的 蓝色等形象虽然不是存在对境 你看这里说蓝色等外景当中形象不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讲家乡维士忠应该相同的 但他们唯一的能取之相而不是所取之相 所取相是没有的只有一个形式的能取相 因为凡夫所有的事并不是被所缘进蓝色等改变的 所谓凡夫这些限量的事并不是外面的蓝色等等 外景方面来改变的 为此不至于释毁无相知识实义的案例 所以他们认为不释毁无相知识 无相知识实义的观点也不会释毁的 所以他这里意思就是说外景当中都是没有相 但是实际上能取有相能取有相的原因 无相派的过失也是没有的 他们自己都是这样认为的 但实际上是这个不成立 下面吾芬仁波切开始驳斥他的观点 怎么样的驳斥呢 下面这样说的驳斥 只要取蓝色等形象那心目当中必须要存在一个对境 不管是你怎么样有分别也好无分别也好 凡是你的对境有蓝色的形象 这一点你自己也承认 善火论师你们自己也承认 如果你承认这样的对境的话 哪一对境如果是外景或者内色处都不存在 如果你说又是有一种对境 但是这种对境外面的外景上也不存在 形式上也是这样的蓝色的 所取的方式不存在的话 也就不会有真正或者家里 任何一种方式来感受外境的可能 没有这个可能 纵然是受迷乱的前置而显现的 但通过对此二者关系 二者关系是我们前面不是 习气和习气所产生的迷乱的过之间 有同体相受和彼生相受的关系来进行分析吧 指的是这个 如果你认为它是迷乱显现 外景是迷乱显现 那么我们前面的二种关系来进行观察 以二种关系进行的这番观察 也是能推翻对方 善火论师为主的他们的论调 这些辩方尽管表达的方式有所差别 辩方指的是刚才善火论师 和还有家乡为师中的论师 他们表达的方式上有一点点差别 因为家乡为师中连马法般的东西也是不实行 这样讲的 善火论师 好像外景当中蓝色这些是 实际上凡夫自己心的一种错乱 稍微在表达的方式上有一点点差别 但实际上通过分析 凡是无相的观点都实在是无法立得住脚 根本不可能合理的了 凡是你们善火论师也好 家乡为师中的观点都没有什么差别的 都没有办法建立自己的观点 这是一个问题 已经讲完了 下面当对承认无相派所有的宗派 用梦境和宗相的蓝色显现来说明 你们的观点不一定的时候 意思说 因为无相派 《诗连论》的讲义里面也有 他们认为我们无相派发很多很多的过失 实际上是没有这种过失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梦的比喻 还有可以中相的比喻等等 以这些比喻来说明蓝色的现象 外景当中是不存在 说这样的 对他们说 你们这种观点是不一定的事 他们是这样回答的 他们回答说 虽然形象是不存在 但是迷乱所前应的显现为形象 对方给予的这一大佛 依靠 他们这样说的 迷乱所前应的形象是存在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对方所给予的这一大佛 我们依靠上述的理证来 进行伏定的时候也是完全 我们前面可以说 有几种方式吧 一种是真实认知和家里认知 一种是我们刚才同体相受和彼生相受 以这些理证可以全盘伏定 这一点也是无比要清楚的 今天讲到这里 这里出两个问题 一个是 为什么说 家善为师宗的观点和善呼论师的观点 本质上是一致的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本论所利用的那几种推理 驳持家善为师的观点 为师宗观点当中有哪几种类 你本人更是哪一个观点 为什么 我会认为师宗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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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认为师宗观点 要是失业的美容